欢迎收看拉黑和三厨的幸福构上 正如你所看见的 前方正在施展计谋 他的目的非常的简单 就是想把三厨撵下来 他好在床睡觉 这不吗 夫妻同信终于把三厨撵了下来 我现在我对你我是在服了 咋你打不过了 你就来找我来了 你现在你没有啥技术 你也没有啥能力 三厨 你唯一一个醒的 你就会告状了 真的 你俩把床又炸了 为了避免发生昨天的事 我给他们铺了个毯子 但是呢 事以愿为呀 就因为铺了这个毯子 这几只狗啊 上演了一出大戏 正如你所看见的 三厨不希望前茅夫妇摇毯子 总在这哼哼唧唧阻止呢 前茅夫妇也不是上游的凳啊 给三厨折腾的也够呛啊 此时的三厨已经有些累了 但是呀前茅夫妇啊 丝毫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这俩户位啊 甚至把门关上了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都给我干真净了 这是要撑净的节奏啊 而此时此刻更让我真净的是啊 前茅夫妇竟然如此挑衅三厨 故意把毯子拽到三厨身上 三厨这一下可击哑了呀 三厨这么轻轻的一回头 脑袋这么一甩 前茅夫妇当场就倒地呀 前茅夫一看他几分受欺负了 马上就和三厨打了起来 你不要以为我怕你 我只是不想我们之间弄得血线接头 啊 血线接头 其实三厨的目的呀 很简单啊 一眼就像趴在毯子上睡觉 不想打仗 最终三厨没有打过钱包夫妇 独自躲在角落里 感叹着自己的无能 最终呢 郁郁的睡去了 此时的三厨 想尽办法向我杀教吧 就为了呀 让我替他除气呀 气死了 三厨 我把他来捐起来吧 你好好睡一觉 行不行 真的要他来捐气负了 调了你给你调了成这样 看他表情多正经 哎呦 哎呦 我天呐 真服了 扇厨一看 卖铲没有什么效果 就开始卖萌了 怕在这让我看看他有多可爱 扇厨啊 就这么回头看着后面啊 我这一看呀 这钱包他喜欢呀 这工作是真认真的 加班瞎点的呀 你看给这个毯子咬的 从拿出来到咬坏 就一个小时 我现在呀 终于理解了一句话 什么叫啊 损狗不理己啊 钱包他媳妇和钱包 真是太坏了 把毯子咬坏后 人家就睡觉了 因为他俩都不爱睡毯子 上厨呢 挨在毯子上睡觉 而钱包夫妇啊 却把毯子咬坏了 狗他也欺负狗啊 拉黑在毯子上 钱包就不管 没有什么可好说的 说了 你在这干啥呢 这人家都睡觉了 这都睡 这在这玩呢 你在这干啥呢 啊 钱包 你啥喝得愣愣的 一天 太少了 孤独的背影 孤独的心 面对狗射 他毫不在乎 任何的糖衣炮弹 都打动不了他 因为忧郁 已经深入骨髓 我们说我们长相 是差点诚言 但是从气质 这个角度来说 这么多年 就在我手里 拿捏的都死死 这是早上八点左右 这一早上起来 像其他狗 那不是活跃的 都不行了吗 钱包不同啊 钱包在这一座 就给我俩 撞了个幼翼王子呀 就这么傻傻的 坐着 看江故影 江湖故人 你总是那么另类呀 他眼睛那边打的 打的都不行了 而你呢 总是这么另类 本来又一对钱包 就想着这么做到下午 没想到啊 有事发生啊 钱包媳妇被赞除欺负了 这赞除啊 追着钱包媳妇 一直追到了这边 这狗啊 也怕媳妇啊 这钱包媳妇给钱包一顿干 钱包这一看不行了 这得上呢 这得不上 这不害得咬我吗 于是钱包这不就过去了吗 过去之后啊 并不顺利 没有找到好的下手点 在发起第二次进攻的时候 钱包媳妇提示钱包赶紧上 没想到啊 钱包没有领会精神 钱包媳妇给钱包一顿咬 此时的散除 抓到了机会 趁机啊 报复了钱包她媳妇 拉一看大事不好啊 躲在眼处 偷偷地观察着 我怀疑啊 钱包得了抑郁症啊 总是呀 这样抑郁地坐着 好像啊 对于什么事情啊 都提不起兴趣 静长性的一脸呆萌地看着你 咱也不知道她愁啥呀 有吃有喝的 还有媳妇 她愁啥呢 但我看见这一幕 我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了 钱包媳妇把钱包堵在了这里 不让她出来 好像还在咬她 我走近一看 确实是在打架呀 我一想啊 这事不对呀 以前的钱包非常的快乐呀 自从钱包她媳妇来了之后 咋变抑郁了呢 于是我翻出来了以前的视频 不看不知道啊 这一看吓一跳啊 谁也受不了啊 这么欺负呀 现在我才知道啊 钱包啊 是被她媳妇啊 从小是欺负到大呀 这些有意无意拍下来的视频 都可以作为证据呀 是什么让钱包抑郁了 竟然是她的媳妇 我太难了 欢迎收看拉黑和三厨的幸福狗生 今天又是三厨年年糊糊的一天 早上起来她突然间的这一上来 我就知道吧 大事不好啊 现在的三厨啊 经常心里这样跳一跳 就想啊 让你抱她一会儿 三厨啊 是太懂得耍叫了 她总是啊 能给你整出来那种 离了你活不了的感觉 拉黑看不惯她这样呢 就上来咬她了 这三厨一看就鸡眼了 人俩就下地打仗去了 这刚打仗没多一会儿 三厨意识到 打架不应该是我的身上 连着主人才是我应该做的身上 于是乎她又上来了 杜姆你就赖去 下去下去 下去下去 这我把三厨一推下去 可给拉黑乐坏了 你看拉黑的表情 都要乐出话了 三厨这货我是挺服的 这都被撵去了 还好意思再回来 这大萝卜脸啊 不哄不玩的又回来了 哎我天呐 我怎么躺一会儿都不行啊 能不能下去啊 你看眼睛在这打仗 刚打死下来的 后来我想痛了 算出来就拉几会儿吧 至少她不坏东西啊 陪她玩一会儿 我能损失啥呀 至少啊 她不猜架了呀 战争前的宁静 你走这水穴一会儿吗 不是你亲爱的发笔 反正你们俩也是人狗不贵 怎么说话呢 不行 要不你上那个房子 那他烧的 他让他挺喜欢的 挺老婆哈 你看这揍的 一会儿我还得换床奶背罩 每次回来我都得换床奶背罩 腰子猪掉一顶 不要上床啊 休息 你说话 你说话我听 你说 你就行 那行 那行 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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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黑要上床睡觉 拉黑脑子在床上躺 拉黑正常的极限 握手 握手 哎那个 哎呦我天 拉黑的假如让场面逐渐的失控啊 最后啊 真就失控了 拉黑上来那股热情的劲啊 如同啊 洪水猛兽啊 一般人啊 他这是扛不了啊 欢迎收看拉黑和山厨的幸福狗声 这是我早上出去溜狗 拉黑吧 将带着山厨走一些刁转的地方 拉黑比较灵活 山厨老是跟不上他 山厨又在后面慢慢游游游就走 又跟不上了 我这过去一看呢 可给我气完了 这地上全是玻璃叉的 回到家之后啊 地上就出现这么一个痛红的小红点 我就形成啊 山厨是不是爪子出血了 于是呢 趁着他迷迷糊糊的时候 我这顿给他检查呀 看完前脚看后脚的 我这一看也没有啥事啊 恰巧呢 在这个时候 这小伙后背截止了 踏了 走上出去口叫 也不知道怎么地了 前往他媳妇这狗吧 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他总是能整出来奇形怪状的事 那啥就都不行了 后来呢 我们还是给他检查了一下 发现呀 他确实没啥事 然后吧 还特意观察了他一会儿 看见他啥的还是那么厉害 我也就放心了 后来女朋友提醒我 山厨是不是反群了呀 于是我们决定给山厨好好检查检查 哎 出来 你快出来来 你不能看 你性命上有点不太符合 知道吗 现在有点家里有点大事 别往里抽 往里抽 容易挨揍 听不见见 怎么能这 这不是没猪一样的爱配人 不能 刚出戏 再说他都在屋里 拉黑一整就在外面 他不可能 哎 我们检查过了 他确实那个啥了 你要是给他整地 我们就准备给你结育 你要是对手 让对手给你结育 不用美 拉黑 千万注意你的拉黑朋友 他还屁股也红股 他也要发觉 长得精脏 还以为差点长错 他有病了 好了 啊 跟你 这水捣乱那会儿 怎么你还要发觉呢 我说你才五个月呀 行不行 挺怪的 就是这样 捣乱了 在地下坐 还那样坐着 你给删 你给删除麻烦 你快发觉 这家伙 折腾了一天呢 到晚上了 才把事情整明白 原来呀 删除长大了 这在我印象里 他也是小狗呢 没想到啊 竟然这么快就长大了 我来看 我来看 我要来看 我来看 你应该是小狗的 我来看